大家好,歡迎大家回到文傑新時代頻道 我是劉文傑 今集想跟大家主要講兩件事 其實都是一樣的,就是講甚麼事呢? 大家知道早前蘋果日報的前副社長陳佩銘 日品就是去告我們的新一哥,挑戰我們的底線 告新一哥說不讓他用在蘋果日報大樓搜到的所有東西 那為甚麼要這樣做呢? 是不是真的挑戰一哥底線呢? 我就要問一些相關人士 問一問相關人士之後,我叮一聲 我叮一聲,原來新聞材料涉及到非常大的範圍 涉及到一些記者賺食的伎倆 甚至涉及到一些政府人員 這些政府人員有機會跟蘋果勾結 放一些政府資料給蘋果 所以蘋果是要保住這些人 否則的話,在未來的日子裏面 任何的一些代理人翻生 或者蘋果翻生 他們都沒有用了 因為沒有了這些 疑似內奸間諜 陳佩敏還要去到天主教爆哭 找幫手 不知道他是否真的想找陳日君幫手 還是找誰幫手 都應該是關於蘋果的事 這件事,整件事是怎樣呢? 稍後會跟大家說說 在節目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讚好、留言、訂閱、文潔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段影片了 首先要跟大家說說 早前,我不說天主教那些 我免得這麼早說天主教那些 有點狂熱癡了 我先說新聞材料 相信大家都很想知道 這些也是獨家的資訊 為甚麼陳佩敏 為甚麼蘋果日報三番四次都要 不斷地就這些新聞材料去入品 以及又說 怎樣要保障他們的新聞材料等等 甚至乎要挑戰國安法 為甚麼國安法就要 甚麼都不理了 總之你的新聞材料我都要拿呢 我真的不明白 為甚麼 新聞材料有甚麼用呢 有甚麼意義呢 我看了很多的報道 報道也說他們挑戰國安、挑戰警察 我都打算是這樣的 我當然不敢問一些相關的人士 問完之後 就 原來是這樣的 為甚麼呢 為甚麼會有一個 原來是這樣的 這些東西出現呢 原來 新聞材料裏面有甚麼東西呢 新聞材料裏面 是否只有新聞呢 其實全部都是新聞 但新聞有甚麼那麼矜貴之處 為甚麼一定要是 要弄到不讓他看呢 你的法律文件 或者是甚麼 法律文件涉及到你很多的商業機密 甚至乎涉及到很多個人資料 新聞材料當然有涉及到個人資料 亦涉及到一些商業機密 但 那個嚴重程度 大家可想而知就是 其實 不是很嚴重的 新聞材料 你無論如何都會報道出來的 新聞材料不會不報道出來的 但你簽的一些合約可以不公開 可以不報道出來的 所以 我經常都在想 新聞材料是否那麼 重要呢 好了 原來發現到 文件發現到 原來新聞材料真的很重要 為甚麼 因為 我就問阿sir 為甚麼新聞材料要那麼 保護呢 阿sir就說 新聞材料不是真的那麼簡單 新聞材料 為甚麼 你有沒有留意到 那些 媒體裏面 那些甚麼讀果等等 他們的報道 甚麼報道阿sir 報道裏面就說 政府消息人事透露 誰誰會辭職 誰誰的政策就會這樣開始 有甚麼甚麼的東西就會這樣出來的 政府都未公布為甚麼會有消息人事透露 還要不是早一點 早很多 早很多 那哪一個透露的 消息人事 那如果找到這個消息人事出來的話 就知道哪一個把政府內幕的東西丟出去 那你說他怕不怕 蛤 這樣的嗎 當然啦 如果有人 把你 文件 你發夢的東西 發夢的人 那個人抽出來你怕不怕 我也害怕 我也害怕 真的不是開玩笑 那就是啦 所以作為一個媒體 你也半個媒體 你便明白得到 這些新聞材料的來源裏面 其實 對於一個 媒體的人士來講 不單止資產那麼簡單 第一件事就是那個媒體的人的誠信 即我啦 這樣當我啦 的誠信 如果我說我一定會保護到一些 消息人士的 但是我做不到 那我就不需要再在這行賺錢了 即是說蘋果那幾百個記者就玩完了 不需要再在這行賺錢了 OK 第二件事就是要保障一些 這件事就不關我事的了 就是他們事的了 OK 他們事的了 保障一些他們的善眼善人 如果他們的善眼善人被抽了出來 被抽走了的話 在未來日子裏面 任何的代理人 任何的媒體 任何的翻生都好 怎樣翻生都好 他們還可不可以在裡面那麼容易找到一些 的針 即是一些的間諜 一些的內間可以發放到政府內部一些 很很緊要 很緊要的消息 不行 要重新再圈養過 是不是那麼容易 一點都不容易 因為現在入職的時間 又要做很多的不同的審查 又要簽署一些的聲明 甚至乎 做實習 在裡面做實習 做兼職等等 都要簽署一些的聲明等等 那麼 是不是有多了框架 多了成本 去阻止他們 公開這些資料呢 是 但是以前圈養落的人 其實 大家要知道一件事 他們圈養落的人 年紀一定是大一些 一定比較大一些 年輕人不是沒有 是有的 但是他要接觸到這些那麼機密 那麼緊張 那麼緊要的材料的機會有沒有呢 小一點 小一點 即是說 年紀大這些 其實是重要很多的 但不過這樣 如果這些新聞材料一爆的時候 一看到的時候 相信 我們的警察就會知道 哪一些 就是他們的內閣 有腦 有亂 哪一些就是他們的 所謂的消息人士間諜 這樣的話 這批人 還有沒有工做 沒有公開的 那怎麼辦 那麼媒體 一定要保護保障他們這一批的消息人士 否則的話 第一件事 那些消息人士就會 跟他們去 反面 第二件事 就是 他們 日後 日後如果有些新的媒體出現的時候 他們進去做的時候 他們就沒有了他們自己個人的價值 那就是怎樣 玩完 這一份工 不是 一個行頭的生涯 基本上 他們就玩完了 所以 大家知道了 為甚麼 為甚麼 他們對到這些新聞材料 那麼緊張 原來裡面 是有這些資料 哇 警察 警方們 麻煩 在 說真的 現在就不能開了 因為入品了 就是 我相信警察 我們警方們 一開播的時候 就應該會立刻 不睡覺 都 抽了這些內鬼出來 告訴我們政府 不奇怪 不過這樣 可不可以抽得完呢 我覺得 未必得 因為 他們的新聞材料 他們的資訊 實在太多了 實在太多太多了 不過我相信 邪不仁勝正 未來日子裡面 都一定可以把這些內奸 把這些間諜 都抽出來 不少 為數不少 好 同一時間裏面 再說說 陳佩銘 陳佩銘 應該是在昨天的時候 昨晚 去了 香港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裏 搞了一個為新聞自由的祈禱 有過百人出席 亦有很多不同的傳媒人士 包括 蘋果 日報的一個 案件裏面的保釋人士 就是蘋果日報的 前副社長 因為他辭了職 前副社長 亦有蘋果日報的前副社長 帶領祈禱 在期間哭了口 又說新聞自由沒有了 他沒有了 我不明白 他說什麼 新聞自由沒有了 我都還在 我又有政府 又有蘋果 我什麼都 有什麼所謂 你只要說的東西合理 不是收外國的錢 去做新聞 就可以了 對得住你自己的天地良心 就可以了 我還要說風水 我的自由有多大的限度 是不是 OK 這個蘋果日報的副社長 就是祈禱的事教人 就說 特別是因為 維護真理而身陷領雨的人 包括新聞工作者 求主保守著他們 他就說 是他們背負著十字架的路上 有受苦的主基督相伴 能在主的平安中 度過難關 早日 與家 人團聚 如果他們 不能夠 度過這個難關 以及不能夠與家人的團聚 是不是 基督已經審判了他們有罪 我很想問他們 即是說他們所做的事 一向都是錯的 是不是 如果這樣的話 大家就可以看看 黎 甚麼的下場 黎智英 黎智英的下場 這群蘋果日報的人的下場 到底是怎樣 如果他們的下場 是很慘 如果他們的下場 是很 惡劣 很大 是否足以證明 這件事 就是他們所謂的主基督 不贊成他們 所謂的新聞自由 我想問一句 甚麼夏至成 新聞自由指數 香港有下跌 又等等 又引述教宗方正國就說 記者要按照真理公義來工作 令傳媒 成為 建設而非破壞的工具 這句是重要的 這句是重要的 為甚麼我要說了兩句話 因為 他說按照真理和公義來工作的話 他們可能會錯誤解讀 但他後面 補多一句 補多一句 教宗方正國話 令傳媒成為 建設而非破壞的工具 當時我們2019年的時候 傳媒在建設 還是在破壞 我看來他擺明是在破壞 是不是 說真的 還有一件事就是 建設而非破壞的工具 破壞法治也叫破壞 我想問一下大家 一件事 我想問一下 做傳媒工作 做新聞 是否就是可以犯法 大家可以 問一問傳媒人 做新聞 做傳媒 做所有的媒體 是否可以犯法 是否可以犯法 你先問他 你先問他 你做記者 你可否犯法 你做新聞 你可否犯法 先問他 問完他之後 你可以跟他說 既然不可以犯法的話 即是說新聞自由就要在一個法律的框架以下進行 所有的自由都是要根據法律的框架 底下去進行 即是說他的自由就並不是完全自由 是有框架下的自由 這件事放諸世界 放諸四海 都是一樣 都是這樣說的 是不是 對不對 這樣的話 你其實已經回答了自己 新聞自由 並非絕對 是要按照任何地方 所有地方的法律框架以下 才可以進行 對不對 這件事夠理性了吧 如果他說不是的話 不是 新聞自由都是可以犯法的 麻煩給我記者證 我看看可否打你 我為我的新聞自由而打你一鎊 我沒有犯法 我雖然是犯法 但我為了新聞自由 我沒有罪 我完全是沒有罪 OK 還原你的靚靚拳 面目你的荃非腳 他的媽 不斷借他 對不對 如果他說 為做新聞 為新聞 為自由 可以犯法 這樣的話 我立刻把記者證出來 OK 自己印 OK 接著就是說 我現在就是那個記者 我現在為了 我們的新聞自由 就是要做一點點事 不好意思 要難為刻你 那是怎樣 我們想看一個記者爆光的時候 被人打到 白蜜蜜的樣子的時候 究竟樣子會是怎樣的 你不要走 我現在為了報導新聞 我就做一張新聞出來 你不要走 是你 為甚麼是你 你說的 你說犯了法 都沒有所謂 你說為新聞 為自由 可以犯法 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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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就可以做了一宗新聞出來 為新聞自由犧牲的記者 他為大家展示一下 就是說當這個記者 走入這個暴徒區的時候 他沒有記者證 然後拿一部手機出來 影 然後就被人打到白蜜蜜的樣子 大家就可以看看這個樣子 是甚麼樣子 沒錯 我們為新聞 為自由 而犧牲了我的拳頭 他犧牲了他的人頭 這件事是不犯法的 這件事是受到法律所保障的 這件事就是新聞自由 這樣行不行 所以大家希望 如果認識記者的話 就是 將這條問題 問記者 新聞自由 是否可以違法 是否可以犯法 等他回答 很簡單 你只能回答 可以 不可以 一是兩個字 一是三個字 你回答 這個時間 大家已經準備好拳頭 已經可以 OK 好了 今集的時間就差不多了 在影片完結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讚好留言訂閱民潔紳士內頻道 記得按鈴鐺按鈴 假裝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段影片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